薩米拉可以选吗 薩米拉安女是非常 他用的是特别多的 他算是最爱玩吧 是的 玩得是不是最好 我觉得不好说 但现在我觉得 薩米拉的话 有很多都可以打 保险一点的话三大 然后精进一点的话 对 包括说其实很多人 现在都越来越愿意 尝试用维恩去做应对的 我觉得这一手一抢 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但是可以显出 BOG想要打一个更进攻的一个队局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小五这边要不要把 瑞尔给拿下来 因为瑞尔配合薩米拉 感觉有点像霞洛宾这个队道 是的 要不要抢断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选择先把牛头拿下来 那也没问题 因为小五他自己的一个招牌 包括他的一个二连 都可以打断瑞尔的 大阿波的一个进场 虽然相对被动了一点吧 但是也是有科技的手段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BOG现在因为OMG 已经先拿打野 所以BOG也有必要跟一手打野 这物理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但是位置有点不太够 加上说你也不能去抢 这局是没有鳄鱼的 OK 那这个位置应该是选辅助 比较理想 第三楼是选辅助比较理想 OMG这一个眼阙选下来 其实感觉缺乏能够配合的英雄 就目前就牛头吧 对 那现在军委觉得拿锐尔 对面也牛头不太舒服 还在犹豫 要不要拿锐尔 但其实拿锐尔是没毛病的 毕竟有个沙米拉和乌迪 要配合进场 没错 还是选下来了 现在瑞尔在比赛的胜率 其实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 因为他的一个进场 在我们LPL这种 特别喜欢打架的一个赛区里 还是很舒服的 大团战的效果也好 对 他有闪现的时候 感觉虽然他手比较短 但有闪现的内部 特别强的 看一下 那么三楼OMG 这确实是吴明 很喜欢玩的一个英雄 是的 但是 家里要配延确 这个中野虽然双支援 但伤害和对拼能力不太强 而且本身没有什么搭配 就是说你不太能够 去走一个中野节奏的感觉 就说白了 你面对对方中野 你得跑 要不中野打不过 是 而且 伤害类型也重叠 只能说 炎确跟家里要没什么配合 当然不是说 这样选有什么问题 只能说他们两个本身 中野的联动是比较少的 对 所以给了阿列列和艾瑞克小五 边路的压力吧 让边路 希望边路扛起把持 而且AD没选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射手位置没选 导致BOG第二轮 要开始来封锁 能够反击沙米拉的英雄了 是 但是其实 我觉得 很多AD都可以选嘛 即使没有背货 赛纳的话 也有别的选择 但这把连卡杀都没有 所以最后很有可能 就是被迫要选 侠以下的英雄 卡里斯塔也可以选择嘛 杀黄半掉 那现在我觉得 这一卡有可能会选 赛纳斯 就这把赛纳斯 这一卡 他玩了两把的 都是拿来没拼嘛 是的 然后 而且这把的 加里奥的大招又好投 加里奥牛投 都是那种绝命大招 是的 那既然 BOG最后一手选择 被狭导致 其实赛纳斯 Open出来了 另外 Erik也在考虑 小炮这个英雄 会选用 这一手我是没想到 需要去考虑 因为 中尼也很需要 Carrie 所以说 到底三大还是小炮呢 因为三大是比较贴合逻辑 但小炮的话 就是他也觉得 中尼也需要我来塞 我选三大的话 不好塞 而且加一些 前期的作战力 因为现在 我们去前面的三手 前期的作战力 不是特别强势 稍微再加一手 前期能够抓一下机会 是的 这盘的一个前面几手 双方的节奏特别快 看下萨拉斯要不要 直接拿出来 刚才就已经猜到说 这是小散 就已经猜了一下 确实 而且表现也都非常不错 加上你背了 这么多重大英雄 萨拉斯配那儿了 应该 看下来 而且没有什么counter 说实在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阿里雷 需要一个AD的上单 现在AD上单 好打那儿 我觉得要拼一手 我想想 但是没有什么英雄 难道要拼个青钢颖吗 如果要拼的话 拼个青钢颖其实 不拼的话建模吧 我觉得这两手 青钢颖也可以考虑 但是比较中追中矩的一个成绩 青钢颖可以考虑 船长吗 哇 这 船长我觉得中少爷的对抗能力 实在是倍的 真的很弱 但是可能就 要把重心放下半张图了 如果选了船长的话 船长是一个保守的选择吧 青钢也是不错 青钢颖家里要是一个老搭档嘛 对的吧 选择也没有毛病 虽然说在这个IG那个比赛过后 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我被盖的话 站边边 然后可以减少被集飞的控制时间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我觉得这个选择不坏 比船长好 说实话 因为船长选出来 我会觉得OMG前期完全没有对抗能力 然后下半张图 一旦没有获得比较大的优势的话 这局很容易整个中期完全没有节奏 我会觉得船长是一个比较差的选择 最后选下青钢颖 至少给自己上半张图的对抗 增加了一些球马的同时呢 团战也有了比较好的搭配 还是不错 双发都拿了自己喜欢的阵容吧 我觉得 OMG的话 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就是 支援边路 上路下路都可以配合 但我觉得标记感觉 最近这两星期有点重视下午前锋 慢慢地把这个比例拉上来 对 越来越重视了 所以也是让他们状态越来越好了 是的 就到召唤峡谷 两队队员 看起来是分散站位的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实际上的情况 一次排开 确实是分散站位的 但是OMG这边有趋钱的位置 标标这边还有学技能 想逼一 学了一个一 就逼出了一个一技能 然后小半张图也是有一个进场的 往前有做视野吗 小半张图在牛头的带领下 往前逼了两步 但是好像是没有做下去 是的 巴列列这边 好烧啊 但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之前咨询过 就是纳尔和青钢瑜到底谁优势 就专业上单给我的答案就是 青钢瑜一级如果处理的好的话 前期可以压制死呢 就他带着这个行径速率 再配合他W的一个减速 他可以追着纳尔点很多下 所以说 看他前几集 青钢瑜能否打出来了 能够打出多少优势吧 因为纳尔等级成长了以后 射程拉长了以后 会比较好处理 但是青钢瑜能够让他 在射程成长起来之前 过得特别难受 是的 看就看细节了 这个就看 对线细节 solo的蓝buff的情况下 也是被眼睛看到 我好露了身位 但是我个人真的是认为 W的无所谓 因为W的刷野速度实在太快了 不是很重要 来 这边一起开始对拼 小五这边被打一套 但是也不是很空 这边大弹虽然没有点满 但是还是换到了不少的血量 但是在一级的兵线上面 M已经领先了不少了 嗯 抢二上面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优势的 哇 这波先把你的嘲讽 弄出来之后 再回身换你一套血 在小兵量输的情况下 Z卡这个对线处理还不错 是的 上路这边 两级之前的一个换血情况 好像揍揍处理 防守的还不错呀 没有出现什么情况 没有出现前面说的那个情况 就W到一下 这边还变大 跳上来劈一手 但阿列列完全不慌 毕竟自己的被动盾是CD好的 A下出来 那儿也不想换这个血 嗯 阿列列这边往上靠 阿列列这边的兵线 好像也在往回放 那这样的话 BewB如果意识不到的话 有可能是比较危险的这波 看一下 BewB这边还在压线 BewB这边一直在BewP 但上路这边的一个情况 是最为重要的 看一下 怎么说 这个兵线也是放回来了 主要这波 BewB确实有点缺乏情况 因为毕竟一开始的时候是 OMG的前压 在一开始还没开始刷野之前 OMG的前压 所以BewB完全没有视野跟位置 是BewB还在试探啊 但是试探一下 发现感觉还是不太对 在后面试试经验算了 5点来到下落 扫眼所以漏了身位 两边应该可以各拿一个核道线 换一下核道线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5点 5点这边帅速的还是快啊 是快的 金的 这个英雄真的 后面要削凤行态的伤害 完全是可以理解 11.3国服好像已经跟了 然后削凤行态的伤害 因为比赛下还是11.2 这个伤害确实太高 他给我的感觉的定位 就像上单的那 就是你很难针对他 他先选出来也没有关系 对 而且操作难度细数也不高 就不太容易失误的一个英雄 就没有什么失误空间 因为他不需要关键操作 他没有关键操作 他不像什么青肝影或者那 就是什么要一闪 或者跳去放大 没有 他只要上去拍一点 你最多就是熊闪拍 对 那他唯一可以失误的情况 就是你闪现上去 不是熊形态 就我还真在比赛里面看过 那太尴了 对有人闪现虎拳的 我忘了是谁了 就非得上去打拳机 尝试一下自己伤害 就很尴尬 他太大笑了 两位的节奏 还是要等六级吧 加里奥和眼区的大招 包括Z卡这边的话 也可以偷加里奥大招去支援 是的 所以说六级之后 应该是双方会发生 很多的一个争夺 对 这个眼位还不错 提前一步就已经 预看到了国豪进来的位置 看双方没有机会的话 肯定就钻回眼区去刷了 是的 对于现在这边来说的话 比喻比喻这边前期抗压抗得不错 规避了一波干客的风险 然后自身的补刀也没有被压制 那这样 其实纳尔达青钢 这边又上来调皮一下 知道延续的一个位置 打退了 无名则是借由自己带线的前推 进去F6找了一下乌迪尔 以为他放眼了 但实际上没有乌迪尔过来 摆查了一个针眼 这边要打起来 三八 Z卡被秒了 先被挂了一个点燃 想要再阴汐一口 虽然交了一个闪线 往后拉了一个身位 但仍然是被打出了一血 颜切身上的铁男 阿比还差一丝血 但是国豪跟了一个闪线 把这个人头给换了下来 这一波Z卡没有想到 那个位置自身太危险了吧 他上去的时候感觉没有想清楚 有点想急着留人 但其实可以再拉扯一下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BLG这波打完是亏不少的吧 我觉得 亏了两个闪线 然后同时一血的话也是 但是这个一血是辅助拿到的 这样还是对BLG来说相对可以接受的 对 主要还是落给谁的问题 如果是C位拿到游戏 这边 哎呦 上落 TP下来直接吃了那一套 变成砸墙 阿雷雷这波TPT的好亏 难受呀 踢下来之后感觉状态 两个分析要主要合光了 那这样BLG如果立马 在踢出来的情况下 阿雷雷肯定会被持续压制了 那打青钢瘾到了中期 他前期只要度过正常的情况下 他到了中期可以掉打青钢瘾 毕竟多了一个大招 对的 但OMG这里似乎是先控核道线 BLG觉得他有可能想要控龙 也跟着过来恐怖一下视野 是 这条龙我觉得BLG应该是要放的 前面的中辅的闪现的一个 怎么说呢 就对方中辅有闪 我这边中辅没闪的情况下 可能要放很多资源了 对 不太好 做正面的接风 除非交锋 除非对自己的那个战斗力 真的很有自信 因为其实不一定啊 有些人还是会选择想上 看一下待会儿的情况 不过OMG也没有强拿 如果是等于乌迪尔的位置也暴露出来了 那延续就可以动手了 那比较怒是不错 但是似乎 诶 里边有个睁眼 嗯 看比较局这个动向 应该是有要睁了 他看一下 小五这边怎么想了 这边到了八分钟的时候 自己多一个省限的情况下 可以主动打下分团 因为先锋团的 先锋也快就刷新 Erik还多吃了一根睁眼前 很开心 不好先过来这边 是直接把睁眼放在先锋坑里了 嗯 这波团战的话 我觉得OMG的先锋团是比较有优势的 就 就是多一个中幅的闪现 其实特别关键 在配合加里奥的 如果先手大招的情况下 标记不好去反手 阿里雷雷的上路对线 虽然刚才击皮下来 吃了一波闷亏 但是在补刀上面 还是有保持领先的 对的是合格了 OMG再来卡八分钟的先锋 视野两个睁眼 BLG付出了很多 但是一个一个被排掉 辅助都在往这边游 先处理一下中路线权 这边艾蜜先赶过来了 BLG是完全不想放的 下路的一波先推线 使得下路双三组 能够先赶上这个方向 纳尔还在斩路 路的状况不正理想 先踩了一下 加里奥没有给大 先用延阙封墙 BewP交了一个闪现 回到塔下 躲过沿途 但状态非常的惨 有八秒钟的时间 需要拿来练回程 但是BLG先开了 BLG这边 直到ADC在下半区 所以就直接抓掉了 这一波的联动 我觉得 先看一下 这里小五的 一个闪现的一个情况 艾蜜这边 选择一上 ECD了 他的ECD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用了E 刚才沙米莱 如果有E上去的话 小五的闪现 可能要交掉 但小五状态也比较惨 这边一来的话 Eric下一个肚层 是点不了 先退掉 Eric自己 还蛮舒服的 吃了一些肚层 自己发育了一下 但是这个先锋丢的 我觉得是 OMG 可以自己去争的一个 东西吧 可能那一瞬间 OMG把注意力更多 放在就是要不要 打上路的 QQ的点上 是 而且Eric可能就赶过来 一起 就可能 大家的一个角色 就完全没想着 先锋这个点 是的 QQ回到线上 这一波是把TP给绞了 嗯 绞了TP以后 反正暂时 是没有什么资源 要争夺的 反正TP也拿到 一层渡层 Bog的这边的 中斧的想象赚好了 感觉下波的节奏 配合这个先锋 Bog要主动出击了呀 看这先锋 要不要捏到 下一个龙刷 是因为第一条 OMG控下来了 Bog这个时候 要思考一下 这个先锋的释放 嗯 因为两分多钟嘛 你可以握到 就是差不多 握到下一条龙刷的时候 刚好可以中路 推进一波 撞一波 然后转龙 但Bog这个阵容 其实推进能力 和点塔能力 都非常差 所以这个先锋 我觉得 是推不掉塔的 就顶多吃两层肚层 对 最多了 除非OMG这边 失误非常严重 怎么说 QQ这边往上靠 但阿雷雷就在旁边 两边打起来了 你也要2v2吗 这个十穿是不能接的 这个十穿是真理痛 对 对 这盘再调皮一下 阿雷这盘没有大招的 双方 一样 我觉得主动拳来说的话 标记感觉相对被动一点 因为他们手有点短 我感觉兄弟们手都挺短的 除了俊韦的闪现开团 其他兄弟感觉 摸不到人 相反 OMG这边的话 感觉 无论是 再聊大招还是轻巧一大招 包括延续的支援 都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不过就是团战前期的时候 OMG这边会比较没有那么有力 所以要注意的是 就是先手开进去 能不能把那个开到的目标 快速带走 如果拖成一个就是比较 就你没秒到人 然后拖成一个全面的团战的话 其实爆发力 Bog这边是比较猛的 Bog有杀米兰和纳尔大招嘛 是的 上路选择直接放先锋了 先锋的面向的方向 没出问题 顶了一下两层肚层 赚点钱 赚点歪块 下条小狼还一分钟 这个肚层能再摸一下不 炮车在旁边再点一下 感觉Bog也知道 小兵A掉就是 知道了 Bog好赚 这不血赚 感觉那这个发育 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隐患的 是的 而且下路虽然刀都没有落下吧 但是镜头科就是要去争夺 重要资源的时候 Bog这边都会先把下路献权要到 这也是前面那波先锋团发生的事情嘛 那就看下一波龙马上要爆发了 两边谁都拿到献权 这里其实是看着他回程的 但是没有选择去断Zekka回程 这波的一个龙团 阿里雷是多一个TP的 看一下Bog要不要走下来 这边如果不走下来的话 这个龙奥迪可以直接抓掉 Bog这边应该是往下靠了 阿里雷可以用这段时间 看能不能反过一层肚层吧 速度上面来讲的话 Bog感觉完全等不上呀 我们就这边在选择 要不要拉拢呢 有点犹豫 有点犹豫 睁眼反不掉 这段时间我觉得穿帮这种的情况下 谁先动手谁就是烈士 对而且Bog确实又一次的 在这个争夺资源的同时呢 把下路的线权掌握在 选择往前推过去 阿里雷这边的一个 这个位置反应的危险 被闪现 握拍了一下 预导机的货 感觉交不出闪现 这边秒了 练义班机转好了 这一下但是怕被断 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施放出来 青冈引出了一个大招以后 终于把练义班机转出来 阿里雷人头也是被Amming给收了下来 哇 这波打起来 之前就感觉阿里这个位置好难受啊 是的 其实你是一个脆皮 老牛站在旁边 我觉得这个野府的沟通 整个双没有阅读到自己 有那么危险吧 而且华豪电击极快 是的 你看到你露出身外 你怎么在那么前面 闪现一拍 然后全员集火 在那个草层蹲的时候 我就感觉阿K要出事了 华豪这边 看到阿K 第一时间 他留的是特别果断的 嗯 小产刚才那个判断非常精准 啊 这一波的话 真的 BOG先推线 然后先往龙坑 靠占据了主动拳之后 秒杀打野 拿下小龙 虽然Eric随即反推一波 小龙坑前 但是已经迟了 看一下华豪这边的一个 逐度开场吧 就一开始拿牛头 第一时间 对 第一时间就坦拍了 搭配上辅助 两个人夹上去 阿K一动都没有动过 这里我觉得 Ami的判断也是特别有趣的 他看到 有加里奥的大招 他看到青刚 也还没有出大招 在这两招都没出之前 他另一番机就扣着 我就不放 有加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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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波 都没加里奥 也被规避掉了 TP下来了 Zeka 走不掉了呀 完了呀 OMG 但是 曹总曹总 换回一个头 换到了 这个辅助的人头 但是自己也走不了 中上也 加起来 换了一个辅助了 感觉这两招裂开了 对 这一波太疯了 前面都还算是 就是龙团 输了那个龙团 都还没有到 出大事的程度 但这一波上路 是真出大事 这波确实出大事 这波本来想抓 波波的 但BiuBiu感觉 每次处理都挺 挺滑溜的 摸不到他 刚才是 炎雀关墙 然后金刚引上前 然后 BiuBiu交了一个伞 规避掉之后 沿途走位扭过 撑到队友到场 看下这波的一个先手 这是两个人 作队厮杀 换血 看起来BiuBiu 是已经必死无疑了 踩兵 交伞 回声 扭沿途 哇 那没办法 那真的是被他走位秀 秀的头皮翻马 对呀 这波是真被他秀的 很难受的 这个先锋 国后可以顺势 solo掉 那这样的话可以推中路 这波节奏直接几飞了 看一下中路的一个兵线 家里要感觉 也没那么好去清兵 下路这边想去换一下下塔的一个资源吧 只能这样 但是 因为先锋又被掌握起来 所以连中塔接下来都很难受 然后你还要加派人手去做防守 那碎中大概也只能换 又想抓BiuBiu 这波是联斗 BiuBiu这波应该就交了吧 BiuBiu往回 掉下 BiuBiu是辅助上去迈吗 他辅助扛了所有的伤害 哇 感动 感天动地好队友 真的感动 我替你死 你不必死 太夸张了 这波BiuBiu感觉 呃 今天打完第三要请JV吃饭 这我觉得是要的 这波的话JV如果不省时取迹的话 他必然会死的 但感觉有他的道理在 因为毕竟 毕竟是辅助 而且 而且 有没有赏金 也是另外一个考量 他想要点就是还是比较划算 师辅助还是比较划算 确实 现在这个节奏看一下 我们怎么调整回来吧 其实就落后2000经济 局面来说的话 真的还好 对 但就是这个上中野 尤其打野就这样子 三次节奏 很差的情况下 其实影响力确实比较低啊 后面 如果不能命中好沿途的话 在场战里面发挥 也是有所限制 我觉得阿凯这边要多和小五多配合一下吧 感觉17分钟 还没有见到小五和阿凯 配合过一次 是的 猴子就来到下落 因为这把就是狂样 打野又再次的靠向了这个位置 而且还可以扣着先锋不按 两个人足够把这个塔一路点掉 这个先锋感觉最好的 还是把中路一塔给拔掉吧 是的 进一步限制加里奥活动的范围 现在中路双方也是都在互相狂推兵线 下调小了一分钟 我们觉得落后的量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线权却一致旁落 但我感觉下调龙 B2G这边作战能力很强啊 这个时候纳尔的试材质一个强势期啊 而且路也控得不错啊 本场的OP选手 OP选手目前是给到咕咕 对位竞技差1270 其实跟先锋 还有刚才那波上路的三打三 有很大的观点 从路往先锋放出来 中塔不保 我们其实想要趁其不备打一波吗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我觉得OMG现在如果不本一手的话 再打一波可能游戏就结束了 看一下这个OMG要不要选择放吧 放了把上路一塔拔掉 没法往前看啊 再慢慢去打 还有一点机会的 字也插不出来 没法往前看 挺难受的 Z卡上前试了一下 没事到先拖一个老牛大招 OMG这边拼了一下上路兵线的信号 感觉是要放掉了 放掉收兵线吧 不可理 如果不放的话 再打一波再输一波 这真的难回头了 是 主要这段时间 青纲你现在打团和纳尔差挺多的 但是还是放得不够果断 所以说上路这个一塔完全没有危险 不够时间反推到BLG一塔去 真的不够时间 就如果半分钟之前 就做这个决策的情况下 上路一塔就机会推掉 是的 好像比赛的龙魂也是水龙魂 水龙魂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个节奏点 感觉两边有可能有 这几分钟都打不起来了 比奥机这边虽然有主动权 但前面提到没那么好开团 所以说虽然现在很主动 但是OMG只要不主动给机会的情况下 是打不起来的 看一下OMG的这几分钟的决策 要不要等一下青纲一个小巴的发育吧 只能稳一下发育了 我感觉现在除非说BLG做视野入侵的时候 抓到就是出来做视野的野斧 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开团点 我只能说 是的 必定是不会越过原本一塔位置 就二塔到一塔之间 然后把过来的兵线给收掉 想抓只能抓阿凯 所以说阿凯这盘的话 他只能待在小五的后面 就只能待在牛头的后面 不太好防啊 BLG已经要巩图红区的视野了 让你上路做声带的时候 Z卡也不会出现危险 两边的男爵控制率 其实相差不是很大 但是打下第一条男爵的时候的胜率 是有比较明确的落差 比较去领先比较多一些 但是在小龙刷新前的三分半 感觉很难发生什么大战斗 青钢瓶踢一脚 又比我丝毫不削 跳上来就是撞 摔墙上以后打一整套 阿凯就把自己的闪给打出来了 然后 无敌这什么涡轮般的速度 哇 不愧是涡轮练金冠一波 涡轮加速跑都跑不开 阿凯凯这一波难受啊 就是 调皮一下 顶一下 就把自己闪先顶掉 人命还没了 难受呀 感觉没有必要 其实这段时间 你solo的情况下前面说了 纳尔多你一个大招 可以选择不调皮的 但就是硬骚了一下 骚出事了 是的 有点违背我们的预期 对吧 我们还以为就是发育局 他在后边等兵线过来就行 没有想到啊 出其不意 对 反而 下轮的二塔也受了重伤 挺难受的 我只能说 现在考验的就是耐心了呀 我们就这么 如果有耐心的话 大轮阵容来讲 是有一些翻盘可能性的 就如果有足够的耐心 有完美团的操作嘛 毕竟右边的阵容 就是具备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就 如果像这样子的事物 再发生个一两次的话 就没什么机会 请看第二件 等待 你还很远啊 鞋子的也还没做 然后比赛的赛场之心预测 BewBew跟国豪 没问题啊 Bew感觉多次被抓 都化险为夷 然后国豪这边的话 在关键的第二条小龙的时候 闪现拍到阿K的走位失误 我的感觉主要还是 阿K不该站那么前面 我觉得那卡 那个TP上路的支援 也是打得还不错 虽然是马后炮 但其实我们上地视角 我齐天 齐天也说了 阿K那个位置 很危险 对吧 但其实理论上来说 没必要再说一遍了 大家都已经穿过 董哥都懂 董哥都懂 标记这个出装 兄弟们的出装 感觉 容出力都好高 中鞋穿两个水银鞋 然后中路出个中鞋 上单出个血手 感觉想打 感觉想打谁都打不死 而且是非常适合 我们刚才前面就讲说 OMG 团战的时候 第一时间 如果能够把开到的那个人 秒了 的话团战就会好打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装备 列出来 根本没有机会 AD甚至还买了个表 是的 AD买了个表 然后想杀辅助的话 如果你开辅助 即使杀死了 也赢不到团战 对 就意义不大 只能说意义不大 现在标记慢慢去 等水龙魂就好了 这个龙魂 OMG正面不好接啊 男的虽然说 领先一个核刀线的视野 看一下吧 如果视野有漏洞 先打一个牵手 沿途回来秒一个 有机会 对 如果没有这种机会 可能真的要溜了 但BiuBiu又是一个 进满的怒 这个怒确实 每一波团战之前 都空在一个不错的位置 水弹是忍不了 那变大了 这边有点危险 被停跑 但后续小炮这边 还是被开到了 拍到墙上 加了一个大招 小炮撕血逃生 但正面战斗力来说的话 BiuBiu这边 感觉更强 但OMG这边 还是撤退的比较果断 主要AD没状态了 已经不能再打第二波了 是的 虽然吃了一排果子 回到半血 但终究是已经 先被打掉全部的技能 这一波BiuBiu看得好呀 OMG这边 就一个ADC 花费了很多的一个技能 这个情况下 再去接团的话 BiuG是很乐意去见到 BiuG除了那之外 全员的技能 几乎都还挺齐的 不过这个关墙关得还不快 阿B卡了一下位置 但是Zeka所捏 捏一个牛头大招 在后面骚扰 位置上确实也是不好进 BiuBiu要再次变身了 EMIN在后面 斩他的评价 已经斩到了S级 传起了猎狱扳机 没有人可以断他 阿雷雷虽然踩住了他 但是在圈里 被猎狱扳机秒杀了 没有什么机会 我还在追的位置 也不好再追了 但是坐后的阿奇 遭到了击杀 那这样可以顺势 再转大龙 这一波 这个水龙 真的是可以放的 第三条而已 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水龙魂团的话 硬着多BG 我可以理解 确实没有耐心 主要是救了ADC之后 加疗大招 包括颜翠的闪现 都没了 左边只耗掉 瑞尔跟纳尔大招 也就是C位的大招 都还在 是的 他顺势大龙 这是完全没法 再去争了 这很难受啊 牛头过来 也是被Zeka 单击逼走 标记拿下大龙 感觉这盘的一个节奏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 选念了呀 经济的落差 也是逐步的扩大 现在是6000左右的 一个经济 察觉正面 真的很好 结束了 然后小炮的法语 也是不怎么领先的 就你这个时候 其他兄弟们 帮你开小炮 打输出还有机会 这时候可以溜了 但兄弟们的 觉得拖下去 可能自己想的是 突然就赢不了 就很凶悍 但是Zeka突进来 完全处理不了 自己的阵型 被分割成前后两番 后面单独一个进场的 青钢影是顶不住的 是 都架不了 青钢影也顶不住 Zeka又硬的离谱 拖了老牛大招 这边也打不动他 对对 BioBio这段时间 TP在手 4-1开始分推了 可以 但是BioG这个阵容 上高地能力很差 所以说这个大龙 我觉得 防击如果处理好点的话 可能会防守住高地 如果BioG这边 强开 开得不错的话 也是一波的 但就是其实BioG 应该会以带兵 带掉二塔为主 再把更多的 确定经济收入囊中 这里点了一个果子 以后P了上来 阿雷雷的文字 又有点糟糕 踩一个最后通牒 但是四个人围殴 人头还准确地让给了 Amin BioBioG这边换资源 想推中路一塔 但是如果这样换下去 是BioG完全不怕 可以直接换高地的 是对啊 直接上高地了 BioG这边还是要回家 换资中路一塔 好像BioBio可以去手 对的 因为BioBioG 只拍BioBio一个人 可以说BioG的人员调派 BioG是算计到了 哎呀 兄弟们乱了呀 这个招比塔也没手多 BioBio又冲上来 再打Aki一套 Aki的发育真的够差的了 有点难受 这边塔都没有了 情况下还要防守吗 最近感觉守不住 猎狱班机又来了 还好老牛赶紧断了一下 但是还是没有把主子 Erik被杀 这个时候将要把大招 砸了进来 终于换回了一个Rail的人头 但自己也被迫 交出了一个闪现 最近推掉了 想要一波 有机会一波呀 看一下BioG这边 等一个指挥来说 还是想PK一下 BioG这边还在调皮 这再出来看 又要再变身了 而且还是有大招的 出来嘲讽没有机会 大龙的小兵续上 但这样有应该是 可以直接点掉了 家僚这边也没有大招 没有后续的 去反制的能力 小五这边 尽可能的去 拖延一下时间 但是折述伤害 又被帅上上了 猎狱班机又来了 金刚银 拉不开身位 海女拿下三杀 被Amin刷了一波KDA呀 恭喜BioG 拿下这场刘伤的首胜 1比0暂时领先 这一局OMG 我感觉就是龙团 小失误 然后上路大失误 然后第二次 就第三条龙的时候 接那个团 重大失误 对 而且最终也是变成了一换一嘛 嗯 换来看一下本局的一个面板 哇 皮皮 全场伤害最高 感觉VG没跑 对 感觉VP是没跑 主要阿联烈一直想喝DK 主要阿联烈 就是很愿意跟他 对吧 单挑 从17打到18级 我没有虚过你 但是就打不过 他对我有18级吧 没有 没有 应该是 这盘结束太快了 但像 我觉得这个 是要修正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像下路那一波 对吧 我们就说他上去 顶一下 然后就把自己人头跟闪线一起顶没了 那一下就 很要命了 所以 这边我觉得 不服的情绪大家都会有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得要 看一下场上的情况 下一场游戏的情况下 放眼儿咧咧 不要下面去打 更有知会吧 本场比赛的VP也是给到 这场的NR 虽然说KDA上面的话 是有死过一次 但3-1-9-1就是很不错的KDA 而且本场比赛确实战斗都围绕着 上半张图 前期都围绕上半张图展开 团战也都打得非常不错 多次化险为宜 自己都没有被干渴死 然后在第三条龙的 关键先手的情况下 把小炮给打得没有战斗力 也是都是他来完成的 确实是本场比赛的MVP 这张MVP图还是那个 哔哩哔哔哩的那个杯子 就是我们的小电视的杯子 很可爱 小电视在里面感觉 有点像3D的感觉 是吗 它是啊 它是一个立体的 然后就是 它是的 因为那个杯子我有 对对对 它就是 就是坐在里面的 然后你饮料喝一喝 那个小电视 就会冒出头来 很可爱 是一种小电视